另外 吉安湘日月季玄宫 日前特别举办了万圣修园 护国习灾法会的活动 透过庙方管理委员会决议 以及信众大德的支持 特别将其中50份的物资 捐赠给了花莲市公所 而市长魏家燕 也特别向庙方来表达感谢之意 为在于吉安湘永新村的日月季玄宫 日前在花莲市重庆市场旁的翔鞋大道 举办了万圣修园护国习灾大法会 透过庙方管理委员会决议 及信众大德支持 祭典结束后 他们特别将其中50份的物资 要捐赠给花莲市公所 因为我们这次 刚好我们的公理案座十年 是尊慈悲 只是要做这场护国习灾的法会 我们不但是为地方祈福 为无形众生度化以外 我们希望名养两立 我们普世无形众生 我们也要帮助我们身边这些 需要支援的这些百姓 我们这些乡亲们 而市长魏家燕也亲自到场 除了向庙方表达感谢 也颁证感谢庄 那真的非常感谢公主 跟我们所有的善男性女 以及我们所有的大德 那其实也希望说 经过这样的祈求 也希望无灾无难 那也在我们年底 也希望新的一年 在我们农年 都能祈求大家平安健康 那物资的部分 我们会交由食物银行 让我们所有有需要物资的 我们的好朋友们 可以到食物银行 可以去做一个领取的一个动作 魏家燕表示 施工所针对每个家庭 各种不同的需求 透过食物银行来协助他们 占度难关 也期盼有更多的热心人士 或社团企业宗教等等 都能以行动来关切社会弱势族群 另外也欢迎有需要帮助的个人 或是家庭 都可以洽询 华链市公所社劳客 来填表森林物资 记者 徐立晴 华链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